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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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吗 你不哭了 李宗盛 我们是兄妹 我都不应该记不住 我不能在一起 我不能在一起 李宗盛 我们不会是兄妹 我不是顾红泽的亲生儿子 真的吗 我 我是爷爷林药回来的 我们可以在一起 我们在一起没有任何的错 我什么都不想要我 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好不好 李宗盛 李宗盛 我还不能走 我知道爷爷对你很好 不过你房间这一切 对你还说是很困难 可是我活了这么多年 就证明我妈没有出轨 可能最后 还是证明 我是她跟顾红泽的女儿 我没有办法想象 以后怎么样跟顾家人在一块生活 我知道这个要求有点自私 可是 你能不能就让我自私这一回 念念 你想听听我的故事吗 我妈是因为生物而去世的 我爸一个人把我拉扯大 他白手起家 经营着一家工厂 他每天的工作都很忙 但是他总会抽空来陪我 后来 善于集团要收购我们家的工厂 他们都特别地高兴 我爸觉得 有了大集团做考山 工厂就一定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但是没想到 善于集团利用了合同漏洞 低价收购了我们家的工厂 还把债转到了我爸的头上 我们家破产了 还连累了许多工人 我爸竟受不住压力 挑楼自杀了 我从一个叔叔口中得知 这是善于集团 收购的惯用伎俩 最终的目的 就是为了 让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后来 顾洪泽发生车祸意外身亡 顾到耶稣来顾二月选人 假扮顾洪泽的私生子 经过过不懈的努力 他最终选择了我 我这才有了一个顾家人的身份 燕燕 我们都是 看见过至亲至爱的人 死在眼前的人 在遇到你之前 我一心只想着报仇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 那场收购按摩后主使者 就是顾洪雨 我发过誓 我不仅要扳倒他 还要成为真正意义上 善于集团的掌斗人 这样才能告慰我父亲的在天之力 所以 我现在还不能离开这里 你 一言 既然你不能退一步 那我就为你 留在顾家 燕燕 你怎么对我这么好 你不应该对我这么好的 我 如果洪雨知道这件事情 你必须和许念分手 为什么 与其让别人说出来 不如我们自己先公布 对吧 你和许念分手 再和神旨结婚 我呢 在对外公布 念念是我的亲孙女 眼下 你和念念分手 再和神旨结婚 这两件事必须抓紧办 我们要赶在洪雨之前公布 念念的身份 从今往后啊 你和念念就是兄妹了 可是我跟念念已经是 不管你以前什么关系 现在你们只能是兄妹关系 可是 怎么着 还有点不情愿 不情愿你得给我忍着 如果事情一旦败露 你将会失去眼前的一切 你会变得一无所有啊 这是我给你最正确的选择 也是你唯一的选择 所以 她让我回顾家 做你的妹妹 你也同意了 你也同意了 我不怨你 也不恨你 也有你的立场和苦衷 可是明月 当年我妈抛下我的时候 我就发故事 我不会再被任何人丢下 可你跟妈妈 都选择了抛下我 就此 让我先选吧 我们到此为止 我去这封锁 这是什么 欸 有事 我来的 有事 我去咱晨 我去鱼 咱union 从今往后啊 你和念念就是兄妹了 可是我和念念已经是 不管你以前什么关系 现在你们只能是兄妹关系 所以 他让我回家 做你的妹 我也同意着了 徐念 徐念 你怎么了 徐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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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徐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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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裴念 是我 我想你开这里 美工学校的事情 就麻烦你了 晓妍 这是你妈妈当年留下的笔记本 她不想让过去的事情 作用你未来的生活 所以让我保管 但现在看你这么痛苦 我决定 还是把它拿给你 这里或许有你想知道的答案 爱是个书音 这机上的气氛 热闹之中我又失了魂 再次被陷入回忆的情绪的车 心事蜂拥着往下沉 那时你总而笑着说我好恨 却曾遇出得住你的身 前往时走在缤纷 相拥在青色黄昏和你却在浪漫时刻转身 有点亮这一阵为你留的灯 却落为往前灯海的悲惩 你给灯我都入到星辰 直到下半盏的一层 有点亮这一阵为你留的灯 却在夜没能等到过你的人 突然陌生来不及追问 重逢和恢复有可能 为你留一盏灯